非常遺憾 我們並沒有受到邀請函 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 持續默示 2300萬台灣人民的健康人權 外交部表達高度遺憾以及強烈不滿 對於中國政府嘴說關心 照顧台灣人民衛生健康 卻一再剝奪台灣人民的健康人權 台灣人民只會同感厭惡 不可能放棄對國際參與貢獻世界的集體願望 非要嚴正呼籲WHO秘書處 應該聆聽國際的理性呼聲 堅守專業中立 秉除中國政府的干預 讓台灣參加WHO所有的會議 機制及活動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或者WHA第25.1號決議 完全沒有涉及台灣 也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台灣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 有資格代表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組織